淡水文化機車停車場前年完工啟用之後 因為使用率低 前後也經歷過多任的管理廠商 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今天上午新北市議員蔡景賢也舉辦會刊 希望交通局可以針對老街的停車空間 做一次的總體檢 走在文化機車停車場內 停車格空空蕩蕩也讓議員破口大罵 蔡景賢表示當初政府信誓旦旦完工之後 可以改善中正老街機車亂停 人車正道的狀況 而近兩年過去了 文化機停使用率慘不忍睹 為此今天他也邀請交通局及周邊里長一起會刊 希望可以解決問題 所以因為都要分開 這台都沒有人停 我們是停車場 都沒有 為人那麼多 都去搜尋那裡 這裡都要疏散 我今天去交通局 跟我們交通局來這裡 跟李長 共通來這裡會刊 外面這樣就要疏散 讓我們老街 會把道路放通 比較不會擁擠 分散 所以今天就來做溝通 來到停車場頂樓 空空蕩蕩一部機車也沒有 但中正老街上卻是車滿為患 這樣的狀況到了假日尤其嚴重 因此在會看中 也提出了要來移除 中正路機車停車格的建議 但對此當地里長則是認為 應該要考量當地居民的停車需求 這個機車 這個臨庭的這個煩濫情形 也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那個機車相當的量相當的大 我認為在假日六日的時候 應該是由這個交通組的部分 把到淡水老街來旅遊的機車 要把區隔為旅遊機車跟當地的機車 讓旅遊機車能夠停到我們文化機車停車場 而最後分局也給出建議 認為居民跟遊客的車輛 應該進行分流管理 建議假日對老街來進行全面交管 中午十二點過後 沒有通行證的七機車只出不進 如此一來不但可以提升停車場的使用率 之後也可以移除部分 中正路的機車停車格 讓空間更加寬敞 而交通局後續也會針對這項提議 召開公聽會來徵求地方意見 記得陳柏惟 淡水採訪報導